公元219年 关羽率领军队发动了相反之战 在北伐相反之前 刘备派遣使者特地授予关羽假节权限 意味着关羽在荆州的军事事务上有自主权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 这不仅代表着可以自由决策战略 同时也隐含着另一层意思 即刘备鼓励关羽进行北伐 然而相反之战持续了近半年 从公元219年7月一直到公元219年12月 然而作为蜀国的主公 刘备并未向关羽提供粮草和军队等方面的支援 这一做法可能让很多人感到不理解 那么为何刘备选择袖手旁观 不给予关羽军队和粮草的支持呢 这导致关羽在收降了近三万降兵后 不得不依靠自行动取孙权在相关的粮草 引发孙权对关羽的不满 最终导致吕蒙攻打荆州的后果 实际上作为刘备 他也有自己的考虑 首先 刘备刚刚在汉中与曹操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四川的军队已经非常疲惫 在汉中之战中 刘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损失了许多重要将领如乌兰 雷同和仁魁等 军力也减少了数万 为了胜利 刘备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将领和军队 甚至妇女也参与运送粮草 可以说四川已经非常紧张 需要休养生息 此外 汉中原本是张卢统治的地区 曹操将这里的百姓全部迁走 刘备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另外 汉中之战持续了两年 直到公元219年5月才结束 两个月后的公元219年7月 关羽便发动了湘凡之战 而这个时间 正是刘备在四川修整军队的时机 除了上述原因 刘备还有一个考虑 那就是 关羽所率领的荆州军队 本身就是蜀汉最强大的军队 关羽还拥有三大谋士 六大将军 以及七个师的荆瑞军力 荆州约有七万精兵 可供关羽调遣 可以说 关羽所拥有的军队和武将 完全足以对抗曹魏 同时 这些谋士和将领 在三国时期 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 关羽军中有哪三大谋士 第一名 马良 马良 自济长 出生于襄阳遗城 京湘地区传言称其为 马是五常白眉最良 其中所指的白眉 即为之马良 在五兄弟中 马良的才华最为出众 就连马素 作为五兄弟之一 其才华也备受诸葛亮的信任 更何况是马良呢 在赤壁之战后 马良建议刘备攻去灵灵 武灵 长沙 贵阳等县 以扩大领土 随后 马良被派往关羽身颠 协助关羽镇守荆州 并时刻准备着进一步扩张势力 当刘备攻克落成后 马良还给诸葛亮写信 建议他要适应当前形势 抓住机遇 这意味着他劝告诸葛亮不要犹豫 应尽快攻克一州 在关羽北伐之前 马良也提出 荆州必须有可靠的将领来镇守 这意味着他对关羽所安排的 弥方和富士仁 这两位守城将领并不太好 至少在马良看来 他们并不是最佳选择 当时关羽声称 只要守住荆州即可 也为这次北伐 需要大量的优秀兵将上战场 不能将太多人力 留在后方城市的守备上 刘备伐无始 马良作为刘备的谋士 随军出征 期间 他派遣使者前往与蛮王沙摩科交涉 并带来五万援军来支援刘备 当张包报仇杀死范强和张大后 马良建议与孙权和谈 以防止曹魏趁机出手 这显示了马良具备高瞻援主 和战略眼光的特点 第二名 一级 刘表示事后 一级毅然投奔刘备 刘备进入蜀地时 关羽发起了对相反的北伐 而一级一直紧随其左右 在关羽发动相反之战期间 一级积极协助关羽攻克了襄阳和凡城 然而 之后关羽遭遇了江东的偷袭 导致荆州失陷 为了遵循关羽的命令 一级迅速前往蜀地求援 从而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 在关羽北伐期间 一级并未提供什么出色的策略 在汉中之战期间 一级被派往东吴 劝说孙权进攻合肥 以牵制曹操的军队 最终孙权发起了合肥之战 在这一过程中 一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 综上所述 一级展现出了出色的智谋和卓越的外交技巧 第三名 向郎 向郎 自句达 是水晶先生司马辉的亲传弟子 他博学多才 智谋过人 因此被任命为邻居县令 在刘表去世后 他追随刘备 公元208年 刘备委派向郎负责子规 宜道 乌山 宜陵等县的军政和日常民政事务 这表明刘备对向郎非常认可 总的来说 关于麾下有马良 一级和向郎这三位得力谋士 他们都拥有丰富的谋略智慧 如果关于认真倾听他们的建议 恐怕就不会被孙权击败 关于手下有哪六位将领 第一名 关平在三国演义中 关平被描绘为关于的养子 但在证实中 他是关于的长子 这也可以从陈寿先生 在关于传中的描述中得到证实 全派将领逆袭语 斩杀了语 和平与邻居 关平是关于军队的先锋大将 拥有出色的武艺 在早期 关平随刘峰征战川中 为刘备夺取一周 立下了共军 庞统被杀后 关平迅速返回荆州 实际上 刘备早已计划 让关平与他的父亲关于 一起镇守荆州 否则就不会让他这么快返回荆州 在襄阳之战中 关平一箭斩杀了宅元 随后 关平与西凉将军庞德交手三十回合 势均立地 由此可见 关平的战斗力已经达到一流水平 在与庞德的战斗中 关于受伤后 关平迅速率领部队前去解救关于 显示出他的勇武和果断决断 具备了大将的风担 如果关平没有过早离世 他在后期肯定会展现出出色的指挥天赋 可惜的是 关于战败 关平孤军难敌众 最终被东吴所杀 第二名 弥方 弥方是刘备妻子弥妇人的弟弟 刘备进入蜀地后 弥方随同关于驻守荆州 刘备称王后 任命弥方为南郡太守 然而 关于对弥方一直不看好 在关于北伐期间 弥方也未能及时运送军粮 而受到关于的责骂 关于表示 回军后 他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由于害怕关于的报复 弥方选择 效仿富士人 主动投降动物 弥方和富士人的主动投降 直接导致了关于 无法顺利撤离荆州 也无法在战场上击败草卫 结果 关于无奈之下 只能败退到麦城 第三名 周仓 提及周仓 许多读者会想到 那位为关于钢刀的将军 周仓亲眼目睹 关二爷独自前往会面 威胁江东英雄的情景 作为关于的护卫将军 周仓的武艺值得在赏 在相反之战中 周仓生擒了曹魏将领庞德 当时庞德挺身而出 扛着棺材前去对抗 关二爷 显然是决心必死 然而 庞德未曾想到 即便如此 他也无法取关于性命 而自己却被周仓生擒 在关于战败后 周仓选择了自杀 他的忠诚可谓天地可见 第四名 王府 王府是关于军中的司马 关于发动相反之战时 他多次为关于提供策略 当关于大军攻克襄阳后 王府立即提醒关于保持警惕 为了防备东吴的旅盟 关于筑起了烽火台 以阻止孙权的偷袭 关于下令沿河 每隔二十至三十里 在高地上建造烽火台 每座塔楼有五十名军事守卫 白天如果东吴发起进攻 他们会放弃狼烟 夜晚如果森武进攻 他们则会点燃烽火台 这样 即使他们在前线作战 也能迅速返回支援荆州 后来 王府推荐赵磊担任荆州刺史 并指出 富士人和弥方刚刚受过帐行 无法全心守护荆州 应尽快更换 确保荆州不适 可惜的是 关于没有采纳王府的建议 王府实际上 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如果关于采纳了他的建议 荆州也许就不会失手 关于战败后 王府也选择了跳城自尽 舍生取义 第五名 赵磊 赵磊 关于军中的统领 忠诚而武艺高强 得知吕盟攻打荆州后 赵磊立即向成都请求援助 在关于败走麦城时 当所有将士都离开关于身边时 赵磊仍坚持跟随关于 实际上 这也是王府坚持建议 让赵磊镇守荆州的原因 可惜关于当时位于采纳 第六名 廖化 廖化 自圆简 是关于账下的主部 然而 在关于的统领下 廖化的表现似乎并不出色 然而 关于战死后 廖化开始逐渐展现出 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战败后廖化装死成功欺骗了东吴 返回四川途中 与刘备东征居相遇 刘备被廖化的忠诚所感动 立即任命他为宜都县太守 随后 廖化成为蜀中著名的将领 参与了诸葛亮的北伐 和江维的北伐 在跟随江维北伐期间 廖化帮助江维成功赢回 湖王至吴代部落 并成功牵制了邓矮的大军 综上所述 关于的三位谋士和六位将领 各有各自的优点 如果关于能合理运用他们的才能 荆州绝不会轻易失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